我们时不时就会听到一些关于投资房地产的恐怖故事 也许是从你身边的朋友同事那里 也许是从网上看的 今天我就要来讲三个房地产投资的恐怖故事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来分析一下 这些故事究竟告诉了我们什么 你看前面我所说的这一番话当中有一句非常重要 就是从一开始就把房地产投资做对 为什么这句话特别重要呢 那就是很多人一开始是做不对的 一开始会经历很多的曲折 走很多的弯路踩很多的坑 那好一点的是这些人他后来成长了 慢慢变得越来越有经验 越来越成熟了 真正把房地产这一条路给走通了 还有一些人呢 非常可惜的就是在中途就放弃了 甚至是一开始遇到一点挫折就放弃了 我这条影片就是为了让你不成为后者 不是在房地产当中稍微做了一点尝试 然后遇到了问题 甚至只是听到别人讲了一些恐怖故事 然后就认为这条路是行不通的就放弃掉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真的是太可惜太可惜了 我可以告诉你房地产投资建立财富就像是爬山 你在爬的过程当中确实是艰难的 因为你在向上走 你是会遇到一些吃力的时候的 你会遇到走弯路 你会遇到挫折 遇到障碍 但是有一天你爬到山顶的时候 那个风光我告诉你 是非常好的 我们平时时不时就会听到有一些关于投资房地产的恐怖故事 也许是身边的人跟你讲的 也许是你从网上看到的 比如说媒体当中的报道 我们今天就来看三个恐怖故事 我们看看这些恐怖故事究竟告诉了我们什么 他们是不是真的像讲的人所说的那样那么恐怖呢 这当中的问题究竟出在哪呢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恐怖故事 这是一类故事 它大体的走向是这样子的 说某某移民到美国来 拿了一大笔钱过来 这些钱呢 也许是在他原先的家乡积累的 或者呢 是他把以前的房子卖掉 拿了一大笔钱到美国来 然后发现美国的房子很便宜 一口气买了十套二十套的 就想靠这些房子的租金过上退休生活 那他确实买了一批房子 但是后来好景不长 很快就发现这些房子 第一持有成本很高 第二租客经常欠缴租金 最后呢 导致自己甚至还不起房贷 或者是交不起房地产税 房子被拍卖 变得一无所有 这样的故事通常给你一个结论 就是你看 美国买房是一个大坑 甚至给你一个更远一步的结论 就是你看美国不是天堂 不值得去的 你如果当初不移民美国 不就没有这些事了吗 好 这样的故事 我们做一个类比 它像是什么呢 就像我告诉你说 某某某他去开直升机 然后把直升机给坠毁了 所以呢 直升机这个东西是不行的 它是飞不上天的 那现在你看出来 这当中的问题在哪了吗 问题就是 那这个某某某 他学过开直升机吗 他如果没有学过的话 他把这个直升机给摔了 是不是很正常的事情 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看过这样的一个数字 让我非常的惊讶 说美国60%的房东 在出租自己的房子的时候 是不筛选租客的 哇 这个真的让我特别的震惊 60%不筛选租客 那我问你 那这些租客如果出了问题 他们的素质很差 甚至是不缴租金 跟你胡搅蛮缠 是不是就很正常了 因为你一开始 见了一个人 不管他是谁谁谁 你就让他住进来了 那你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 他能不能给你按时交租呢 你不知道的 我还经常听到身边有一些人呢 他们筛选租客的方式是什么 就是跟这个租客聊起来 觉得这个租客特别的友善 说话的态度很好 说话很好听 只不过呢 他现在没有收入 没有工作 但是呢 他说我正在积极的找工作 我一旦找到工作 我有了工资 立马就付你房租 这样的人 你能让他过来租你的房子吗 我相信我现在这么问 你会觉得对啊 不应该让这样的人来住我的房子的 但是你知道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 很多人都是基于这样的标准去出租自己的房子的 或者还有人认为说 我只要对租客足够的友善 我的态度很好 我甚至是付出了真心 付出了情感 那我会获得回报的 你看 所有这些思路和做法 最根本的问题在哪 就是没有把房地产投资当作生意来看待 你必须把它当成生意来看待 你才能够获得成功 什么叫当成生意来看待呢 就是你要有一套系统性的标准 系统性的方法和流程来做这件事情 你怎么选你的标的物 怎么选那些投资房 刚才咱们故事当中讲的 我拿一大笔钱到美国来 我看房子很便宜 我上来就买了十套二十套 问题在于 你买的这十套二十套 它的区位怎么样啊 它是不是处于那些很糟糕的社区啊 那很糟糕的社区 你会遇到很多很糟糕的租客的 所有后面你遇到的头疼的问题 从一开始就可以预料得到 你有没有正确的去筛选租客 那租客不缴租金的话 你有没有一套非常严格的方法去处理 不是说租客他对你态度很好 你就一而再再而三的信任他 等他去把这个租金给你交上来 而是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 但如果你有第二次的话 我一定要把你清退掉的 这是生意 你知道吗 你不给我交租金 你就得走人 我是在做生意的 我不是在做慈善的 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故事 第二个故事是我看到 有人把加州的房产卖掉 你知道加州的房产很贵了 然后他到另外一个房产便宜的州 买了十几套房子 把他们做成出租房 重点是 十年来 房租只涨了20块钱 那他为什么这么做呢 就是他觉得 我在做好事 因为当地的房价很高 人们买不起房子 租金也很高 租不起房子 我现在呢 让我的房子的租金 维持在一个低的水平 这样的话 我能够帮助到这些 需要住房的人 这个故事 其实听起来没有那么恐怖啊 但是呢 从生意的角度来讲 它是一个恐怖故事 为什么 因为你记住这句话 你必须要赚钱 你才能够真正的帮助到别人 现在我们来看这个事情当中 如果说十年的时间 你房租只涨了20块钱 那我问你 你能够有效的维护维修 你的这些房子吗 你的钱来自于哪里啊 你能够交得起房贷 房地产税吗 或者我们再往前说一步 你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吗 因为如果说你不赚钱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去把你的房子维修好 你更没有办法去买更多的房子 以便帮助到更多的人 我现在呢 在非常努力的买出租房 就是我认为只有当我买更多的房产的时候 我才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 你的生意第一要务是什么 就是要赚钱 你的生意必须赚钱 你才能够帮助到别人 千万不要认为说 我现在呢 是乐善好施 我这个房子 我就把它做得很便宜 那么你这个生意是没法维持下去的 没法发展的 所以最终你伤害到的是你这些客人 如果我们把它当作客人 或者是客户来看待的话 你伤害到的是他们的利益 你必须赚钱 你才能够最大程度的服务好你的客人 你的客户 我们来看第三个故事 这也是一个真实事件 我看到的 有一个美国的富二代 他自己白手起家 花40万美元 买了三栋破房子 做成出租房 为什么说他是富二代呢 因为他的父亲很有钱 他父亲有2.5亿美元 然后呢 他有30年的房地产投资经验 其实也是穷人出身 那从一开始非常穷 到后来做到拥有很多很多的酒店 拥有2.5亿美元的资产 花了30年的时间 可是呢 他的儿子 并没有从父亲的 那个阶段起步 开始进一步去做投资 进一步出发 而是自己开始从零坐 40万 现金买了三栋 区位很差的 一看就是租给那些素质 很低的租客的破房子 注意 这当中 你看 哪一件事做对了 哪一个元素都没有做对 第一 是全款买的 第二呢 还是很糟糕的区位的房子 低端的住宅 其实 他如果有这40万现金 他用杠杆去买的话 他能够撬动 100到200万美元的资产的 如果他那么去做的话 他那些房子的品质 他那些房子所在的 级别段位 肯定比现在这些要好很多 那他没有做对的地方在哪 就是他没有在前人的经验的基础上出发 虽然他的父亲是房地产投资方面的专家 是大牛 但是呢 他不听他父亲的 他要自己从头开始做 你看 他就要重复 他父亲原先走过的老路 他要把所有的这些波折 弯路 挫折 全部都经历一遍 他可能才能够得出相同的结论 或者是相同的结果 但是如果他从他父亲已有的 这样的一个层级开始出发的话 他能够达成 更大得多的成就 我们讲了这三个故事 我们看出来什么 你要把投资房地产这个事当成生意 你要基于前人的经验出发 你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好的 你要相信自己 你可以把这些事情做好的 所有那些恐怖故事 无非就是因为刚才我说的这些原因 才成为了恐怖故事 并不是因为房地产投资 这件事是不成立的 就像刚才咱们打的那个比方一样 你让一个没有学过开飞机的人 去驾驶飞机 这飞机如果不坠毁 才稀罕了呢 这件事是不成立的